讀论 哈喽!又到了研究所开箱时间 大家好 我是阎阎 在外面的时候 就会发现说 啊 就是头发怎么开始出油了 而且尤其我相信很多人跟阎阎的发质一样 属于那种细软法 就是我的头发非常非常的细 然后又很软 这时候的话呢 你就需要非常好用的干洗法 今天要来介绍就是我们的香氛干洗法 先来跟大家介绍这个 的味道有三种 这个小罐的是清香玫瑰与色香 清香玫瑰与色香 然后这个的话是法式莱姆清新原味 跟香橙水果味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试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让我的头发变蓬松 我就维持我右边 我等一下喷左边 然后在使用的时候呢 要充分的摇晃均匀干洗法本身 距离20公分处 我们就实际来聊 20公分大概是这么长吧 所以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的手大概要这个距离 我的手大概要这个距离 好 然后等一下 20公分处 然后喷 轻松的喷洒 鱼法根 喷完的时候呢 记得就是你要用手指按摩进行揉搓 所以就是这样子 不用冲洗哦 你干洗法了你还冲洗的话 就是你到底喷是有什么用的 不是啦 我说喷完的当下不用冲洗啦 大家不要误会就是用了干洗法 就不用那个洗头 还是要洗头呢 大家就是 这个是这个是真的是在外面 就是你就是跑了一整天之后 你想让你的头发看起来 比较蓬松一点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应急拿出来使用 但是你回家洗澡的时候 你还是得洗头呢 我现在一直在那个 观察我的那个镜子 有没有 好 这时候呢 我来看一下我镜子上面 你就会发现我左边这边 变得比较蓬 有没有 但是如果右边你这样子 抓一抓的时候呢 它只是乱 它不是这种蓬松的感觉 它是乱糟糟的感觉 但真的记得 我先来再说一次哦 使用的方法就是 你在使用浅必须要充分的摇晃 就是干洗法喷过 然后你在喷的时候呢 大概要距离头发约20公分的地方来 就是 喷 喷在发根的地方 那再来的话 发根是 接近头皮叫发根 不是就是 头发的尾巴叫发根 我刚刚一刚开始喷到这边 是错误的示范 要喷到我就是 就是头皮发根这边 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用 就是将头发用手指去按摩啊 进行揉搓 但被玩的当下不要冲洗呢 冲洗的话你刚喷了就没有用了 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用手啊 或者是梳子 然后去做一个 诶可是其实这样说真的 我现在这样子摸啊 就觉得右边这边有点就是 油油滑滑的 但是这边的话呢 不会干涩 但是它就是有一种蓬松的感觉 所以这时候呢 如果当你要 就是我觉得 做造型的时候就还不错 至少不会油油的 没有不好做造型 那今天的话呢 跟大家开箱就是我们的 香氛干洗法 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如果说大家真的有需要的话呢 就是觉得要常常外出去使用 我觉得100ml 对大家来说 膝盖非常的方便 而且它的话呢 不含就是雌激素 所以孕妇也可以使用哦 很多人就是之前有人 有人在那边说就是 因为最近有很多朋友 看到很多朋友就是 发孕生小孩 就很多人就是说 哦天啊好崩溃 就是生完小孩之后 没有办法就洗头 还是怎么样的 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 超级好使用 超级方便 所以这个的话呢 介绍给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 欢迎到下面的购买网址 购买连结 那如果说喜欢影片的话呢 记得帮演员按个赞 分享影片哦 我是妍妍 我们研究所 我们下期再见